电影Sight观感 华一代与华二代观念的认同与碰撞 眼科医生传记篇Sight来本地首映 一夜之间各种热评占据了我几乎所有的微信群头条 有积极推广 有增送电影照 有延迟激烈的抨击 也有低调朴实的点赞 电影上映的时间正逢Memoral Day长周末 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 华一代和华二代有幸一起走进电影院 总体上 这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之后 走出国门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自传题材影片 他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美巨大文化差异 以及中国文革混乱的时代背景作为称 演绎了眼科医生明 在经历种种磨难和长久不懈的努力之后 终于在美国实现了他年少时立志当医生的梦想 一个成功的故事 抛开各种戏剧化的背景 明能从文革后参加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 到出国深造 直至成为美国大名鼎鼎的眼科手术专家 这份独特的人生历程 就不折不扣的演绎 世人推崇的教育改变人生的立志理念 主人公明凭借天赋异禀的学习能力 从一个出类拔萃七七金 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 几经周折 成为美国顶尖医学院的医学生 并以他代代相承 那骨则对工作超乎寻常的执着 彰显了明 用充满爱心的手术刀 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不幸患者 带来奇妙光明的爱心 华一代与华二代有机会 一起看一部华人题材的电影 这本身就是一个两代人增加交流 和相互理解的好奇迹 从我们对身边朋友圈的了解 能与大一点的孩子 或者说和成年的二代 一起去电影院 看任何一部电影 对两代人而言 都是奢求的 限于时空 语言 娱乐消费习惯 影片题材 家庭影院 自媒体 等等等等 各方面的缘由 叠加在一起 现今这个时代 看电影这样的消遣 往往被其他娱乐方式 所取代 似乎一家人 一起去电影院 看一场电影 比拍一部电影还难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感谢电影Site 赋予华人家庭 一起看电影的好机会 电影里的对话 中英文都有 中文对话配有英文字幕 但英文对话 没有中文字幕 所以对故事情景的理解 华一代和华二代之间 有不同 有偏差 也有碰撞 这属于华一代 对英文电影的理解不完全 而二代对中文背景的了解 有限所造成 电影里第一个镜头 在印度 一个熟睡的小女孩 被后妈叫醒 迷蒙中 睁开眼睛的那刹那 后妈 用烧热的液体 烫下了小女孩 那让人毛骨悚懒的 凄惨叫声 马上就抓住了 观众的心 华一代以为 是后妈烧开水 烫下了小女孩 强化了传统文化里 对后妈狠毒 这一定意的理解 华二代说 那是印度加尔哥达的贫民窟 后妈先是给了 一个神秘的人一些钱 换取了硫化物 然后加热 她故意伤害小女孩的目的 是因为在那里 盲人乞丐 有机会要到更多的钱 华一代听说这一个情节 马上说 后妈触心积虑地弄下小女孩 仅仅因为瞎子乞丐 能要到更多的钱 后妈有多贪 后妈有多狠毒 天下乌鸦 一般黑 华二代认为 贫穷才是产生罪 这个失明的印度小女孩 渴望重建光明的心愿 贯穿任何影响 华一代 华二代 都喜欢的部分 是影片中 明在人所里工作的那些场景 从医生和他的同事对话里 我们可以看出 明和他的同事 不仅仅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他们简直亲如弟兄 明的合作伙伴 天天早上 捎带着 买咖啡给他 因为明经常 彻夜工作在办公室 明的合作伙伴 也在酒吧里 给他提出一些真诚的建议 他的秘书 提醒明给弟弟过生日 并提前替他准备好生日礼物 这些画面都非常感人 华二代评论说 非常喜欢看影片中 诊所的一些镜头 特别是做手术那些镜头 如果能够再多加一些 影片会更好看 更吸引人 华二代也认为 影片中 明的弟弟的镜头 似乎没有必要 好像只是为了 衬托明的成功 华一代认为 明在美国立足之后 帮父母和弟弟办理移民 说明他希望保留着 中国那种 合家团圆的 传统家庭观念 他弟弟成年之后 移民美国 可能受到 语言障碍的限制 大概率 很难找到 一个心仪的工作 另外 正是因为 有他弟弟 照顾年迈的父母 明才能够专注于 他的医生事业 华二代看到明小时候 他父亲教他拉二胡 读李白的诗词 帮他不习 准备高考的情节 很感动 也认为 他与莉莉的友谊 非常美好 但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 那个消失的莉莉 经常出现在电影里 对于明和另外两名 中国学生出来乍到 在MIT 有教授 请他们三件课 吃披萨 这样的画面 觉得非常有趣 特别是 当一个中国学生说 他父亲花掉了 几个月的工资 买西装给他出国 华二代觉得 这样的中国父母 真的被孩子牺牲很多 同时 华二代也感叹 自己小时候 父母付出很多 现在长大了 有更多的理解 听了这样的话 华一代都要感激 替零了 没想到 一场电影 还能引出这么一段 从来没有听到的 好听话 当然 华一代也绝没有放过 这个励志的机会 婆婆妈妈的 在啰嗦一些 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努力工作 勤奋上进 巴拉巴拉的 老调 华二代非常喜欢 影片中 他们用兔子 做实验的男子 特别是明的同事 在实验室里 跑着抓兔子的兵器 佩服他们 用六千多只土 做实验的 并有丁水 他们积累下 足够的信心 居于挑战成功概率 极小 给印度小女孩 做复明手术的 这样一个挑战 影片中 有一句台词 两代人都听懂了 您在探索手术 可行性的时候 乐观地说 上帝留下 百分之一的成功希望 给他们去努力 华一代感慨 上帝的心意 谁能懂呢 对于你认为 对的事情 只要有一些希望 就不轻言放弃 因为明对手术 抱有超过 百分之一的希望 甚至可以理解为 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所以当手术失败 他无法接受 他陷入了 失败带来的低谷 消沉 而无法自保 那段时期 他的合作伙伴 女朋友 父母 家人 都给予他非常多的关心 打电话留言 发信息给他 让明很感动 尤其令明感动的一幕是 他年老的父亲 上门去看 当父亲看到 摔坏的二胡在地板上 他没有一句责备和说教 而是默默地从书架上 找出名小时候 熟悉的李白诗词 因为电影里 没有中文对方 华一代很好奇 他父亲读的是 哪一段李白的诗 华二代则认为 读的是李白 就足以表达父子心灵相通 至于是李白的哪一首诗词 Who cares 电影中穿插了很多文革的镜头 特别是莉莉的消失 让明从此余生难忘 常常幻觉莉莉出现 这也是华二代无法理解的意思 华一代的理解是 莉莉在逃命时 问年少的明 人死后 是不是到了黑暗里 明答应永远保护莉莉 给她光明 可是 她遭到造反派的殴打 眼睁睁地 看着莉莉被抓走 再也没有回来 这成了明一生的痛 更成为明追求 给患者带来光明 一种冥冥中的使命 仿佛明给患者做手术 就是为了兑现 她答应 永远保护莉莉 一个成 华一代 对文革后期 有一定程度的意义 但是 对于故事里 续说的那个年代 唐州到底处于 怎样一份的形式 不是了解 总体上的记忆是 那个时代 物质极度贵业 老外星 普遍贫穷 另外 华二代认为 影片里 用Upperise 表述造反派 容易让不了解文革的观众 以为那些做坏事的人 是农民起义 明的父母 老年时候的造型和表演 都比年轻时 更容易让观众接受 扮演明年轻时的 父母的演员 看上去 实在是太年轻了 表演也有一些夸张 此外 华二代认为 需要增加的一些内容 比如 明考上了最好的医学院 没有过度 直接成了有人 慕名找他做手术的明医 也没有情节说 他是怎样 从医学院成长为明医的 影片如果能够交代 他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 似乎更让人幸福 华一代认为 那一代留学生的奋斗历程 所受的苦不言而喻 印度小女孩 那温暖的笑容 和她亲手送给医生的十字架手串 大概就是明信仰软件的开始 总之 这是一部值得华人家庭 去电影院观看的好影 经历过高考的华一代 曾经的金榜提名 是多少人骄傲的提点 从影片中明的奋斗经历看的 她有足以骄傲的资本 她无法接受小女孩手术失败 这样一个困苦现实 从新闻发布会现场 好走 但是 当明终于鼓起勇气 去看望小女孩时 那个小女孩正在微笑着 为那些面对困难的人 虔诚地祷告 并把一纸揣在口袋里 准备给明的手串献给她 明受到了震撼 随后主动联系之前 她拒绝实行手术的患者 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实现了她带给他人光明的素预 华一代华二代都认为 这是一部宣扬爱心 能改变世界的好影 上面这些观影评论 仅仅出自一个华人家庭的泛泛之谈 不代表任何其他人的观点 谢谢观赏飘香腾电台 欢迎浏览订阅并留言 发表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